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五香酥鸡 说是五香酥鸡 但是我们不放五香粉的 我们放这个桂皮八角 这样一点点就好了 喜欢味重的可以多放些 放一杯清水 食材剁的要多放 适量的老抽 适量的糖 适量的盐 我们先调一个底味 大火煮开 这样大料的香味 就能早早释放到汤里了 煮开后放置一边待用 不用管它 转过身来 我们把酥鸡切片 厚厚的片 厚一点口感好 咬上去有劲 洗油锅 油稍微多放一些 这样酥鸡不容易粘在一起 尽量不要把酥鸡放得太挤 它会粘 它会粘 它会粘得很牢 用纹火慢煎 煎到这样两面微黄 两面煎透 我们给它捞出 换一个锅再煮 剩下的油 正好做一个菜用完 接下来 倒入我们事先煮好的调味汁 大火煮开 小火慢焖 让酥鸡全身上下吸满调味汁 这样酥鸡才会入味 才会松软 焖15分钟的时间是要的 那一块块是这样的了 都发开了 现在我们可以尝尝它的汤汁 或者叼一小块尝尝味道 秤锅里还有满多水 我们爱度调味 喜欢甜口的 再加一些糖 转大火 把锅里的汤汁收稠一点 那酥鸡呢 一块块还要这样 沉沉的 胖胖的 装盘 五香酥鸡完成了 上海人做菜 其实很少用五香粉的 五香什么五香什么 名称较较而已 像五香茶叶蛋 五香豆 那如果你家里从来不备这些大料的话 你可以用少量的五香粉代替 只要你能接受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